好 继续要告诉您 桃源机场的二航下 前天晚上发生了厕所堵塞 污水到处一流 吓坏了进出的旅客 不敢相信国家门面 竟然会是这个样子 而航警局今天特别加班调查 在阻塞的管线里头 发现了一些菜瓜布 怀疑是有人故意搞破坏 即使厕所废水一流 已经事隔两天 地板上还是清楚看见 污水渗透的痕迹 事发当时 位在厕所旁边的巴士后车大厅 也全遭殃 售票柜台前原本都有地毯 全部都撤光了 工作人员说 从来没看过这种景象 我们早上五点钟进来的时候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整个大厅 这里面都淹水 还有水 而且觉得很臭的味道 史无前例的废水一流 航站漏液清理抢修 航警局也介入调查 发现阻塞的管线里 有包括菜瓜布等清洁用品 航站人员透露 几个月前因为清洁公司排班不实 双方闹上法院 怀疑可能遭人报复 不过桃圆机场 最近创纪录的负面新闻 不止这一桩 6月28日 二航下的空桥居然应声断裂 这是机场启用30年来的第一次 不止大型设施出包 小问题也不少 行李手推车被抨击 老旧推不动 还有旅客抱怨 国际机场居然没有商务区 临时要找插头 居然得像这样客难的横跃路中间 对于我们商务来讲 如果刚好那个notebook没电怎么办 就没办法用完 频频传出负面新闻 让员工士气低落 航站表示 桃圆机场开航30年来 客户运量增加10倍 但员工并没有同步成长 因此人力严重短缺 现在又面临即将公司化 员工担心饭碗不保 人心惶惶 航站表示 公司化之前会有优退措施 员工可以自由选择 就算是聘雇人员 在公司成立之后 也会那边没有失业的问题 希望员工可以打起精神 毕竟航站整顿门面之余 靠的还是员工的软实力 才能提升竞争力 记者学家许正俊 桃圆报导